他說一般你帶這個料理包 拿回去就是像這樣 加熱打開的方式 是 副產品的部分的話 就是剛剛有用壓的 壓接去做 豬肚 這個看起來就很精神 對 是 很香 口感 豬肚我們當然Q啊 溫嫩啊 那是基本條件 你還有一點點類似 像鬆盤的口感耶 對啊 然後它那個胡椒香 表皮在外圍 而且它最棒的是那個鴨油 那個鴨油的甜味 然後再整包的這個胡椒鴨 就可以煮成火鍋湯喔 他們的湯底本身就比較濃郁 這個鹹醬可以自己再稍微調整 新竹貢丸再弄一下 對啊 我們要不要移民北斗 好像可以耶 北斗真的很讚耶 三明水秀 胡椒鴨 是 這樣 沾一點點 來 沾一點點 你剛剛這樣一插一插 它就已經起來了耶 完全已經挂到裡面去了 來… 它那個是鴨肉是完全是 馬上就化開了 就算鴨口不好的 你也可以完全可以吃 對 軟嫩到一個境界 對 那個老闆買多一點 有算便宜一點嗎 可以…都有 這個王那個鴨腿厲害 你也很軟 所以我會這樣 夠… 好嫩喔 好細緻 整隻的肉 哪個不會吃起來都是這種感覺嗎 對… 對 它好像沒有差別耶 我覺得鴨一直的 很特別的地方是 它吃到後面都是 會有一點甜味的胡椒香 剛剛好 那個香氣 就胡椒的選擇非常重要這樣子 是 它是要選擇哪一種 白胡椒嗎 還是什麼 對 白胡椒 而且我們的胡椒 是自己研磨 自己打的 不是買胡椒粉回來 對不對 鹹豬肉也是用這個醬汁去滷的 鹹豬肉的話是我們客家的口味 不過有改良過… 軟嫩到一個 連那個皮都沒有什麼火氣的 是 你吃一下… 我覺得最特別的是 它有點像把那種 控把的方式弄進去 因為它那個三層肉是非常的嫩的 對… 而且那個鹹香 對 那種傳統的那種香料 對 那種醃漬 這個很厲害喔 有稍微改良過一過口味 所以主要 因為一般我們吃那個鹹豬肉 是山豬肉 那個皮是硬到不行 對… 這個完全是軟的 軟的 而且你知道他們的鴨腿 軟到什麼地步嗎 來… 鏡頭來一下 鏡頭來一下 來… 這鴨腿就這麼軟了 已經沒有骨頭了 對 再來一個特選 就這麼軟嫩的 軟它吧 對 現在還有那個是鴨翅 我們的鴨翅 對 這個厲害 這個也是用我們比較 鴨那個湯汁去滷製的 和外面不一樣 也是入口即化的 對… 一般剝鴨翅才剝到那個 吃牙裂的這樣 對… 我剛剛就這樣 輕輕鬆鬆 而且這個肉肯定吃起來好 注意看喔 也不用扯 像我這種有局部假牙的 很怕扯 輕輕鬆鬆 一條結束 真的 等一下我打個電話 她是比我… 在岳母啊 阿嬤 現在吃鴨吃不用再扯了 對…我們假牙都不擔心了 OK…兩包… 喜歡我們池塵都市穿梭 香店的旅行風格嗎 那你現在要做的事 按上訂閱加上小鈴鐺 快點…